中文字幕 李宗盛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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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看完的电影呢 是在那个 右手边的电影院里 然后呢 讲的是那个摩克斯里曼演的电影 大概的内容是那个 三个老年人在这个 纽约工作 然后呢 退休之后呢 由于没有这个退休金 被这个银行欺骗了 然后呢 导致三个人情况潦倒 房子也被收走 然后他们三个 集体去抢银行 这么一个故事 可以说这个故事啊 我觉得 反映了当下 这个所谓欧美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老年人的问题 因为呢 在这些国家呀 因为是属于是多劳多得嘛 资本主义嘛 所以到老年退休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人是不能得到回报 这跟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国伴 或者是亚洲的这种 尊重老年人的文化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呢 在这种地方下呢 他们必须给 找到一种 拿回自己利益的办法 逼不得已去抢银行 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黑色幽默 而且带了一个结尾呢 有一个中国小孩 就指认这三个罪犯 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个小孩啊 是一个中国人 而且呢 他其实认出了那个 抢劫的是蒙哥福利班 但是他没有说 微微一笑 然后呢 这个我觉得很讽刺 因为 按照中西方的文明来说 西方都是守法良民 他们只要认为 这个是罪犯 他就会说这个事情 可是呢 那个中国小孩呢 很有人情味啊 因为当时那个蒙哥福利班 没有抢子的那个拔网 所以呢 他就作为回报 就没有指认 可以说 在中国现在也面临这种问题 逐渐的老年化 那么退休金 得不到的问题 而中国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这个 农民工的问题 因为这个农民工的 这个报酬呢 得不到补偿 然后呢 出现了很多农民工 去街头闹 而中国人的文化呢 和欧洲人的区别就来于 这个欧洲人 或者美国人 他们更觉得是要 我自己动手 他们进去反抗 而中国人更多是顺从 你看很多这个中国人呢 都是拿着这个条湖 去中南海那边跪着 去跪 去情愿 没有人说 我去抢银行的 中国没有 可以说呢 这个中国相对来说 还是一个非常守仿的 顺从的这么一个人 我觉得只要给中国一套好的制度 人民就会准备 因为中国人是一个 非常非常顺从的民主 相反我们应该是 比欧洲人还要守仿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得好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规则的字典 出现了一些问题 哎呀 在这儿躺一躺一会 都有事儿 看我真好 看看这个周围的景色吧 哦 哦